那妳之前會不會有因為什麼 近視很深 然後有常常發生過什麼糗事啊 還是認錯人之類的 常認錯人 這個是有戴眼鏡也會吧 妳有戴眼鏡也會 這是人的問題吧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《逸祥天開》 欸 這是我們第一次上 妳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我第一次來逸祥 我剛剛才知道 因為我一直想說 欸 妳那應該有來過 我一直覺得 結果她就說 我第一次來 就要以這個模樣 對啊 我很開心 別開心 我第一次來 然後我就要這樣 醜醜的 我跟你講 妳今天是這樣 今天算是一個 是嗎 對 今天很爽 今天妳來改變妳的人生 妳要迎接妳的美麗新世界了 對 我即將要擺脫她了 看清世界 對 妳即將要拿掉這個眼鏡 然後看得非常 欸 妳現在 我想問一下妳現在幾度 我現在 850度 對 那妳現在拿起來 完全是糊的對不對 對 糊的 欸 鏡頭在哪兒 連鏡頭都看不到 她就在這裡 好 看得到嗎 可以了 好 那妳先帶回去好了 好 換妳等一下頭暈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 桃園的那個大學眼科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球員們 跟女孩們 都有在大學眼科做 近視雷射的手術 那妳之前會不會有因為什麼 近視很深 然後有發生過什麼糗事啊 還是認錯人之類的 常認錯人 這個是有戴眼鏡也會吧 你怎麼知道 眼鏡也會 這是人的問題吧 對啊 還有什麼 手路會跌倒嗎 手路跌倒 沒看清楚 因為其實我都戴隱形眼鏡 其實是還好的 但是如果沒戴的話 我看人全部都是 就是全部人都長得一模一樣 很朦朧美 然後有很多個裸體這樣 對 全部膚色 妳特別適合做手術的一個重點 是因為妳 非常的愛游泳 對 然後游泳的時候 妳隱形眼鏡 大家游泳過 或玩水應該都知道 會跑掉 不然就是會碎掉 然後在裡面非常方便 對眼睛非常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妳應該 非常適合做這個手術 對 我超級需要 妳是緊張嗎 好緊張喔 其實 其實我已經 要動刀耶 我已經是妳的大學姐 因為我已經做過雷射手術 我只能跟妳說 妳自己要對自己信心喊話一下 真的假的 可是妳不用擔心 因為裡面的人都會陪著妳 他們都非常的親切 好 我今天也會陪著妳 好 所以妳不用害怕 好 妳到什麼階段 我就跟著妳 好 好不好 那我們趕快先進去 跟他們報道一下 好 走 雷射 兩個題目 前面這邊 是有 嗨 有預約雷射評估檢查 有了 今天有預約做檢查 他 你跟小姐 填寫一下喔 好的 來 那麻煩一下 我們綠色病例的部分呢 正反面都有資料 要幫我留一下 好 然後白色這部分 幫我填寫上面基本資料 以及下面用眼的習慣 好 OK 因為我好像是去年做的 可是因為我用手機用得很 比較多一點 請哥 我很愛打電動 喔 而且 我被自首的是 我後來做完雷射 大概第三天 我就出去工作 然後 那有規則 那後來我就 會有影響嗎 就是恢復期的時候 還好不會影響 嗯 還是 如果妳的 用眼距離有控制 時間上有控制 其實就都還好 其實不會到影響到 那我今天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我的狀況 可以啊 可以 好 所以雷射完不會很容易近視嗎 就是又復發這樣子 其實還是會有機會近視 因為還是會跟你平常用眼習慣 跟體質比較有關係 但是它不太可能會到原本的度數 可能是增加 50 75 真的 輕微 不會到原本的時候900 800 不會到原本的度數 我了解 那會痛嗎 手術不會痛 因為我們點麻藥 而且時間滿快的 哇 天哪看會不會不能工作 對 就是結束後 結束之後其實 回去休息大概四到六個小時 隔天妳就可以正常上班 隔天就可以上班了 很快耶 超級快 對啊 嗯 而且可以化妝什麼的都可以 化妝 化妝的話可能要稍微淡妝啊 淡妝 不要畫眼線那些 其實底妝應該也可以 都可以 邊聊天要邊閒事 好好好